刚才我们证了这个2'去2 我要再给一个证明 刚才是用反证法来证的 我要再给一个证明 而且这个证明就是用到Lamma 1.1的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Lamma 1.1 整个精神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2'是这句话 2是这句话 这个是M0 小一点点 M0再小一点点 它就不是Upperband 它就是会有一个A比较大 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2'可以直接证2 刚才我们是用这个所谓的反证法 就是说假设2不对 2'就不对 但是当然用反证法不是最好的方法 一般如果能够直接证明的话 比较完整比较直接 那我们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就 假设M是一个Upperband 那好了 现在呢 我知道M0是满足2的 Bat2' 我就每一个ε大于0 我都存在一个A in A 这些呢 很多东西都是照写的 A比较大于M0 我这里给它写反 M0 减ε要比A小 可是M是一个Upperband 这个是小于等于M 那我就将M0跟M 拉上有关系了 两个都是Upperband 谁比较大 我不知道 但是M0是最小的 所以它小一点点 就不是Upperband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最小 我只知道它小一点点 就不是Upperband 那 所以M0减ε 就是一定有一个A比它小 可是这个A 当然比M小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串起来了 我就得出什么 就是这样子的话 M0就是小于M加ε 为什么小于 那这个小于 绝对小于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那我们有反例的 就是它加上一点点的话 也有可能相等 所以事实上我可以这样子去做 那1.1就告诉我们 这个是任意的 任意的Epsilon 我可以找到一个A 这个A当然可能依赖于Epsilon的 Epsilon变的时候A一直变 可是每一个A都比M小 所以最后这个结论还是成立 还是成立 那Epsilon是任意的 所以最后我就得出 就是说M0 by 1.1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直接证明了 我们就是 我差一点忘记了 可以直接做这个事情 那就看到就是说1.1 它是有用的 它帮助我们可以给出一个 直接的一个论据 就是我们这个2跟2'是等价的 这个事实 好 我回来考虑就是说 这个事情就是 01开局间的Supremum 是等于E Lisabert Bound就是我们的Supremum 我们要用到 那很明显就是说 这个是Obvious的了 就是E是一个Upper Bound Of A 这个是很明显的 E当然比任何的A的元素来的大 那好了 它是不是Lisabert Bound就要讲了 我就利用2' 我说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0 我要考虑1-Epsilon 所以我要找一个A的元素 比1-Epsilon还要来得大 找得到吗 你就要分两个case 那当然呢 事实上有兴趣的就是 这个Epsilon是小的 我们可以看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说 如果Epsilon大于1 Epsilon大于0 它可以有两个状况 1就是case1 就是Epsilon 事实上是Epsilon大于1 大于等于1 事实上这个是 蛮没趣的 因为我的1-Epsilon 既然它大于1的话 负Epsilon就是 1-Epsilon就是小于零 对不对 小于1-E 我随便一个A的元素 都有比它大嘛 不是吗 譬如说1分之1 这个是在A里边的 是不是 我找到一个A的元素比它大 这个是简单的 甚至于说你的Epsilon可以控制到 就是说它是 如果它是 再大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有趣的是 有趣的是 Epsilon小的时候 比如说它是01之间 好了 那我要1-Epsilon要小于A的元素 那这个Epsilon可能是0.9 可能是0.001也不一定的 所以你怎么看 那我就要说 就是1-Epsilon 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就表示说 你的一半 也是 是0跟1分之1之间 那我的1-Epsilon 就是会 大于1-2分之1 小于1 所以 这个 就是在A里边 我想很明显就是说 Epsilon是2分之Epsilon 当然比Epsilon来得小 所以呢 一减去的话呢 就比一减Epsilon来得大 事实上就是这句话了 我们 对于 这样子的类别的Epsilon 我找到 一个元素 在A里边 都要比它大 都要比它大 那这个就是 2'这个讲法 所以 任何的Epsilon的状况 都是对的 那 所以 我就是 by 2' 1跟2' by 2' 就是 那个 Supram A 就等于1 意思就是说 一扣掉一点点的话 我都可以有一个元素 那你这个当然 你用这个 01的 这个区间 去 用图画来讲的话 都应该是很清楚的 你这个E 再后退一点点的话 你Epsilon 无论是多小 我中间插一个数进去 都要比它大 简单来说就是 就是这个 整个问题就是这样子 那 只将这个图画 用一些 文字 跟数学符号 来给它表达清楚的话 写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这个点是 一件Epsilon 意思你扣掉Epsilon 你不要扣那么多 你扣一半 那我们就要保证它 还是在灵异区间里边 然后 它就是 比一件Epsilon 要来得大 整个想法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所以这个是 一个 Example 就是 我们找到一个 Suppremum 它是 不在 整个集合里边的 不在整个集合里边的 那 而 每一个东西都 当然每一个东西都要证明清楚的 那 好 另外一个Example 如果A是等于 零无穷 比如说 那我就说 在这里呢 Completed section 是不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 没有Upper bound 所以这Upper bound 都要是时数 意思就是说 没有一个时数呢 比它所有元素呢 来得大 那 这个当然也是非常直观的 零到无穷 整个实现 就是没有一个数 比它大 那你要说明清楚的嘛 也不难的 这个情况呢 比刚才的那个情况 要来得简单 就是 那个 因为 你如果有的话 你假设有 你在区间里边 或者是你在集合里边 就找到一个比它大的数嘛 好 是 是这样子嘛 那 所以 就是说 如果有 如果 M 比人Upper bound 假设它有 那 我假设 有一个Upper bound M 则 我这个M 加1 我这个M加1 那这个M呢 既然是Upper bound的话呢 M大于1的 1在里边 所以大于等于1 所以呢 表示说呢 M是一个 正数 M是一个正数 那这个正数再加1的话 M加1 当然是一个正数 这个正的实数 而A这个集合啊 顾名思义它是什么呢 它所有的X在R里边 X大于0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集合 所以 M加1 就是在A里边 And M加1 要比M大了大 这个是 一致的 那这个就矛盾了 矛盾什么 你说它是Upper bound 结果有一个元素比它大 那就 就矛盾 那矛盾在哪里 就是 没有Upper bound 对不对 没有Upper bound 因此呢 A呢 就是所谓的 性质 那这里呢 所有的 我们考虑Upper bound的话呢 或者是考虑Lis Upper bound的话呢 都是假设它是 非空的 空极呢 那些命题呢 是复杂的 是不好谈的 那这句话呢 事实上是应该 应该先谈的 我们放在现在 再来讨论 事实上是 不大对的 是这样子说 我们的 Lisabeth bound 这个事情 最小上界 这个事情 If exist 如果它存在的话呢 It's unique 是唯一的 意思就是说 你依旧是没有 这个最小上界 有的话呢 只有一个 不会有两个 不会有两个 那因此呢 我们就称之为 我们就称之为 就是Supram A 我们给一个 记号给它 当你给一个记号的话 就是说 这个就是唯一决定的 如果它又可以 等于A 又可以等于B的话 那你这个记号 是代表小A 还是小B 那就讲不清楚了 当我写这个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已经 假设了 它只有一个 但是呢 我现在才来说明 那 当然这个说明 不难 主要是因为这个2 讲这个unique的 这些所谓的 说明 这些证明 事实上是 基本上都是一个方法 你讲是有两个 然后 你强迫它们要相等 那如果有两个 它们相等 那就是 没有两个不一样的 随便有两个Upper 两个List Upper 但是 但是它们都一样的 那就是没有两个不一样的 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1等3的Proof 证明 就是 假设 有两个 就是M1跟M2 所以M1要小于等于M2,是不是? 然后M2是Least,M1是Apple, 所以M2也要小于等于M1。 所以它们要相等,这个三一定律, 就表示说它们要相等。 它们不可能,它们是两个时数, 一个小于等于另外一个,互相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三一定律, 不然的话就是M1绝对小于M2, 或者是M1绝对大于M2, 但是呢,都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所以那两个都不成立, 只有M1等于M2是成立的。 那这个是唯一性。 那另外一个是重要的, 但是事实上也是明显的, 就是你这个Supremum, 跟所谓的Maximum的差异。 那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Supremum是比较广的, 我们有一些状况底下呢, 这个最小上线是不在集合里边的, 那如果它在集合里边的, 它就是集合的最大元素。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这个是Definition, 就是那个M是等于, 我也是叫M0吧, 叫Maximum A, 如果M0, Lisabum Bound是最小上线, 这个Maximum是最大元素, 最大数。 那它是在A里边, and它比所有的东西都要的大。 所以它也是一个Upper bound, 但是它在A里边。 你如果这个事情有的话呢, 有这个最大数的话呢, 这个最大数当然就是Supremum。 如果Maximum A等于, 就是说, 如果Maximum A是等于M0的话, 当然就表示说, 你的M0呢, 就是Supremum A。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这个你可以看成是Remark,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M0很明显就是Upper bound, 按照Maximum的那个Definition。 而且它是, 它既然在A里边, 它就是最小的。 因为所有的上界都要比M0大。 M0既然在A里边, 它是其中一个元素。 所以, 如果M, 对于所有的M, 是Upper bound来说, 既然它是上界, 它就要比A的任何元素要来的大。 而M0是其中一个元素。 M0是其中一个元素。 所以, 这些上界都要比M0大。 所以, 再加上A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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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imply, 这个东西是一定成立。 所以, 1, 这个是2, 对不对? 这个是2成立, 1也成立。 所以, 就表示说, M0呢, 就是Supremum of A。 好, 就是我们这两个条件。 1, 自然成立。 2, 经过这个论据也成立。 所以, 这个结论就成立了。 所以2是成立, 那然后呢, 1, 也成立。 那, 我们的结论就是, 这个东西就成立。 这里呢, 我不多写了。 那, 我甚至可以给它综合成一个定理。 事实上是反方向, 不如我们不要一个定理好了, 就两个remark好了。 我原来是想着是给一个定理出来的, 但是, 太简单了, 定理要构格啊, 你要有一些论述, 有一些新的想法走进来才是一个定理。 那个方向是这样子, maximum一定是supremum, 但是supremum不见得是maximum, 这个很明显, 刚才已经有例子了。 那, 我就要check一个事情啊, 就是, 这个remark2, 再加一个条件啊, 就是, 当然也是简单的条件, 如果, supremumA, 是等于M0, 然后, 你只需要check, M0是不是在A里边。 如果是的话, 那M0就等于maximumA, 它就是A的最大数。 那当然这个也是蛮明显的嘛, 不是吗? 这句话当然很明显。 那就是, 就像我们01这样子, 你再check, 这个1是不是在A里边。 现在不是, 所以呢, 这个集合就是没有maximum。 事实上这个是弱且为弱的。 就是, 如果, m0在A, 弱且为弱, m0就是maximumA。 返回来, 是必然的, by definition of maximum, 就一定在A里边。 那, 如果在A里边, 加上它也是supremum的话, 它就是maximum。 我想这个也非常明显。 那你就去check你的这些条件。 你是有一个upper bound的条件, 然后再加, 你是在A里边, 就成立了。 所以, 这个是, 也算是trivial的。 supremum, 最小上界。 那个是Complene section, 就是, 它有两个意义的。 第一个意义就是, 它满足这些, 这些条件。 第二个意义就是说, 这个数呢, 是一个实数来的, 一定有。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 这个这样子一定有。 Complene section就是一定有。 所以呢, 从这里, 我们就保证了很多实数, 就是衍生出来。 哦, 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些五里数。 更二。 哦, 所有的更啊, 我们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呢, 给它说明, 它们一定有这种实数。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 另一边。 这边是讲supremum, 最小上界。 是讲上面的。 比这些元素都要来得大。 那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 比所有元素都来得小。 小, 所以我们叫做下界。 下界之中, 最大的那个。 最大下界。 那, 我们又有一个名称, 叫做, 我先给一个标题吧。 这个字更古怪。 Infimum。 Infimum。 也是一些拉丁文来的。 那, 这个定义是, 我们说, 它是, 这个定义呢, 就是它是一个greatest lower bound。 我们就是, 事实上是, 这个是一个符号来的。 一个十数, 它是一个greatest lower bound。 最大下界。 如果, 一, 它是弱棒。 好, 意思就是说, M0呢, 是小于等于A, 或弱A。 好, 第二, 它是弱棒之中最大的那个。 好, 就是, 如果M也是一个弱棒, 则, M0呢, 要大于等于M。 好, 那, 它是弱棒之中最大的那个。 那, 这句话呢, 当然就有一个2 prime, 就是, 跟刚才的那个讲法是一样的。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2呢, 有一个等价的命题, 就是, 它是最大的下界, 所以呢, 它, 它再大一点点的话呢, 就不是下界了。 它再大一点点的话呢, 就不是下界。 所以呢, 这个M0加Epsilon, 就不是下界了。 意思就是说, 我就存在一个A, 在A里边, 使得呢, 它不是下界。 所以呢, A就是要比它小。 所以它不会小于等于A, 它不是下界。 是这样。 那这个2跟2 prime是等价的。 那, 我想, 我就不多说。 当然, 对于这个弱棒来说, 我们有前面, 就是, 都, Supriman有的性质, 大概这个Infimum都会有。 Infimum。 那, 我们的缩写是INF, Infimum。 都会有。 那, 尤其是, 就是说, 如果它有下界的话呢, 它一定有这个最大下界。 那, 这个是从Completed Section, 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 你这些最大下界呢, 有的话呢, 当然是唯一的。 那, 相关的Minimum, 那些命题, 事实上都是一样的。 那, 我当然可以重复刚才的整个过程去做, 但是, 这样子就没趣了。 那, 那我们呢, 现在呢, 用一个定理呢, 可以, 给它, 所谓的, 综合起来。 呃, 怎么说? 假设, A呢, 一个非空的集合, 是, 我写是, Bounded, Below, Below, 意思就是说, 它有罗邦, 啊, 它有一个点, 它比任何的, A的元素都要来的小。 啊, 那这里我没有定义得清楚的, 但是我想, 呃, 我就口讲, 就应该是OK的了。 。 我的A呢, 一定有, 一个, 一个, Greatest law bound。 这里呢, 一般都不写的, 这个Law bound就是一个实数, 保证就是一个实数。 然后呢, 而且是怎么样子, Infirmum A, 是等于, 我, 事实上我只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去讨论这些所有的东西。 这个Infirmum, 事实上是反过来的Supremum, 再反回去。 这个FuA是什么呢? FuA呢, 定义就是等于, 所有A的元素, 加一个Fu号, 就叫FuA。 意思就是说, 你A有Bound below, 或者是你有Law bound的话, 相当于就是说, FuA有Law bound。 整个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证明的逻辑都是这个样子。 A有Law bound, 就相当于FuA有Upper bound。 FuA有Upper bound, 它只有Supremum。 而根据这个公司, 这个A只有Infirmum。 Supremum是唯一的, Infirmum也是唯一的。 所有其他的好处呢, 就是, 都Follow。 就是说, 我可以给一个Remember。 就是, 这个Infirmum是唯一的。 Infirmum A, 如果存在的话呢, 是唯一的。 Infirmum的东西, 所以Supremum的东西呢, 那些你搞得清楚的话呢, 就是利用这个公式, 这个兑换, 就可以将这些好的性质呢, 给它放在Infirmum里面, 来讨论。 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定理, 就可以将所有东西呢, 就建立得好。 OK? 我当然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整个这个命题的意思。 譬如说, A是一二三四。 一个简单的集合。 那我的FuA呢, 就会是等于-1的-2, -3, -4,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A。 所以, 我的Supremum的-A呢, -A里边的最小上界, 那事实上, 因为这个A呢, 是有限集合, 所以它实际上有最大值, 所以就是等于最大值, 就是-1。 那, 那, 而, 它就是等于-2的-1. A, 是不是? 所以这个符号放在左边, 就是我这个命题。 那, 从这个例子, 真的看得清楚。 OK? 所以, 我剩下几分钟, 我就, 就证明了这个1.4, 那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讨论。 OK? 那, 整个证明的方法呢, 就是跟我刚才所叙述的是一样的。 如果A是, A是Bunded Below, BDD就是Bunded, Bunded Below, 这个意思就是说, 存在一个M, 它是实数, 它是, 一般我们都用小M了, 它是小于所有的A, 这个A当然是大A的元素。 那, 我看呢, 就是说, 你的负M, 是不是就是要大于等于负A啊?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你这个, 如果M是小于等于所有的小A, 意思就是说, 负M就是大于等于所有的负A, 所以, 就表示说, 这句话呢, 就表示说, 负A呢, 这个集合, 它的元素就是这些负A, 就是Bunded About, 是这个样子, 把这个所谓的, 那个Completeness Axiom, 我们很难的给它写一写吧, 把这个Completeness Axiom, Completeness Axiom, 完备性功力, 那你, 就是Supremum, 就是要存在, 那, 这个Supremum, 负A, 就要存在, 就是在这个, 是一个时数, 那我叫这个数呢, 我叫这个数叫做, 负M0, 我就定义, 这个数呢, 我叫做负M0, 当然是, 为什么是负M0, 就是, 后面我要做的, 反正它是十数嘛, 它就是, 它就是, 我找一个负的, 就是将它负掉, 变成是一个小M0的, 一个假设性的数, 是这样, 既然它是Supremum的话, 那当然满足Supremum的那些性质, 我的目的, 就是要说, M0, 就等于Infremum, 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个的话, 就是, 这个M0已经定义清楚了, 就是它是Supremum, 再加一个负号, 是这样, 那, 我说, 这样子出来这个数, 一定就是等于, 原来A的Infremum, 那, 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这个式子就成立了, 而且呢, 就是, 这样子的话呢, 有这个Infremum A, A就是有Greatest Law Bound, Greatest Law Bound就是这个Infremum, 那这个命题呢, 就做完了, 我只需要做完这个, 那, 第一个, 我当然要从这里出发, For all A in A, A, 我这个是负A, 是都比M, 负M0呢, 要来的小的, 因为负M0是Supremum, 是上界, 最小上界, 但是, 这句话, 不是表示说, 就是说, A要大一等于小M0吗? 哦, 所以, 小M0是下界, 是大A的下界, 第二个, 如果, 小M, 是一个Law Bound, of A, 从刚才的那个讲法, 我当然知道就是说, 这个负M, 就是一个Upper Bound of A, of FU A, 我也知道的, 换句话说,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负M, 就是要比这个Supremum, 要来的大, 就是大于负M0, 那这句话当然是表示说, 这个是大于等于, 这就是表示说, 这个M, 是小于等于M0, 那所以, 它是Law Bound之中, 最大的那个, 那这个就是, 我们2的那个命题, 那就是刚才的那个2呢, 是成立的, 那就做完了, 所以这个命题就成立了, 这个命题成立的话呢, 这个定理呢, 就是完了, 因为呢, 这个东西是对的, 然后, 这个Infremum, 就是我们A的Greatest Lower Bound, 那它就是有这个Greatest Lower Bound, 因为负A是有Upper Bound, 是一个实数, 好, 我们做完了, 1.4, 所以今天呢, 我们介绍了这个Supremum, 最重要的是这个Compleness Axion, 出来, Lisabeth Bound, 那我们给一个名称叫Supremum, 那相对的就是有Infremum, 它是Greatest Lower Bound, 有一些基本的性质, 那中间呢, 那些推论呢, 都是非常细微的, 那大家要习惯, 我们下课, 谢谢大家,